词曲 李宗盛 大家好,我是丁松青神父。 我们今天要谈《柔王福音》第六章第30到35节。 以前耶稣给人家讲道理的时候,他们很喜欢听,但是有时候他们很喜欢耶稣做一个奇迹,好像表示他很伟大的样子。 那耶稣就说,你听我的道理,你相信的话是最重要的。 但是人喜欢他的面包,可以说他的食量。 因为刚才耶稣有把一点的面包变成很多,给他们吃饱。 他们希望耶稣永远给他们这样子的方法吃饱。 那耶稣怎么回答? 耶稣说,我是生命的食量。 这个图画也可以看得到,耶稣有拿馒头或是面包给人家吃。 他也是拿两个,因为那个时候的习惯就是说,你有一个馒头,一个面包,你分开给另外一个人,表示他是你的朋友。 所以耶稣说他是生命的食量,就表示他需要,不管是我们的朋友,但是也需要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 他就是我们的永远的食量。 为什么他说,我们不会再饿,或是不会再渴。 因为馒头,或是面包,或是面,或是玉米,是一种食量会让我们觉得很饱。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,我们就饿了,不管有什么菜。 我记得很久以前,大概五十年以前,我在兰语岛服务一年。 那时候的人都是吃乳头,或是地瓜。 他们觉得没有地瓜,没有乳头,他们一定不会吃饱。 那有一天,有一个大的台风来了,把他们的乳头,还有地瓜田都弄坏了。 所以他们冬天来的时候,觉得很饿。 我记得他们晚上会到我那里去,说有没有什么糖果可以给我小孩子, 所以他可以睡觉,因为他没有吃晚餐。 那时候我心里觉得很痛苦。 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不能去抓鱼,或是去拿菜。 他们说这个不够。 我们没有地瓜,没有乳头,我们还是不饱。 那耶稣给我们说,祂是我们的食量。 所以只有祂能够把我们的心灵,我们的灵魂吃饱。 祂没有长我们的肚子。 祂说,我们不管怎么样,我们没有耶稣,没有祂的生命, 我们的灵魂就会空宿。 我们不会饱。 感谢天主给我们祂永远的生命。 祂永远的生命。 祂永远的生命。